不能用多句话概括的故事 都不是好故事 在好莱坞 素有电梯时间一说 寄一个编剧 把你自己的故事 介绍给一位制片人 只有乘坐一步电梯的时间 很多写作新人 都会面临同样的困惑 该怎么给自己的小说写简介呢 简介用来概括你的故事 并向别人推销你的创意 读者看到你的书 第一看到的就是书名和简介 无论是把我们的故事介绍给亲友 还是我们去网站申请签约 或是将我们的故事 推给编辑或杂志 都需要一个好的简介 用来当作故事的试金时 当给任何平台投稿时 都要面临大量的竞争 平台的编辑 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稿件 如何在短时间内 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是非常考验作者功底的事情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 小说简介到底怎么写吧 小说简介的主体 小说简介一定要讲主角的故事 你的主角是谁 主角卷入了什么麻烦 主角需要对抗什么 怎么化解的危机 这才是小说简介 需要突出的内容 一切与主角无关的事情 都不要写在小说简介里 否则会让你的故事 主线不够清晰 让别人看不明白 你的故事重点到底要讲什么 例如一个失去了 短期记忆力的男人 在追踪杀妻凶手的过程中 必须找到方法去记住线索 这就是诺兰的电影 《记忆碎片》的简介 你不知道谁你是 他肯定不会面面俱道地告诉你 电影里都发生了什么 而只能表达这个故事的核心概念 简介的两个基本要素 一个好的小说简介需要具备一个强有力的钩子 用它来激发读者的兴趣 这个强有力的钩子 起码要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主角特征和主角目标 在《记忆碎片》的简介中 一个失去了短期记忆力的男人 是主角特征 在追踪杀妻凶手时 找到方法记住线索 就是主角的目标 如果你写的是网文 小说的简介就是你的主角人设 加上核心梗 例如男女主是富二代 为打探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 跑去对手公司 假装成两个穷人 后来双双掉马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可能你又要问了 那我弄不明白自己的核心梗 是什么怎么办 核心梗 可以是你的特殊设定 也可以是你的脑洞 还可以是你故事里 最主要的那个矛盾 总之最吸引眼球的部分 就是你故事的核心梗 可以试着去做一个练习 多看一些别的故事简介 试着从中提炼一下 其他作者的核心梗是什么 简介怎么变得更完善呢 如果你还想让你的简介 变得更加精彩 可以为主角再加上 困境冲突和挑战 例如电影星际穿越 他讲的是 一个身为宇航员的单身父亲 被派到遥远的星系 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他忍痛告别了心爱的女儿 去拯救全人类 一个身为宇航员的单身父亲 是主角人设 被派到遥远星系 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是主角目标 告别了他心爱的女儿 不能陪伴女儿长大 是冲突 而需要拯救全人类 是主角的挑战 救猫咪的作者 布莱克斯奈德曾说过 作者要做一句话故事的奴隶 一句话故事是创作的试金石 如果你能忠于自己的一句话故事 那你就能写出最好的故事 如果你写了半截 而发现自己偏离了一句话故事的方向 就说明你的故事不够好 所以用小说简介来衡量你的故事 是否足够有创意 也不失为一个绝佳的方法 它能时刻提醒你 故事是否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把你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那总结一下 小说简介的两大基础要素是 主角人设加主角目标 如果是网文 就是人设加核心梗 升级版就是在叠加上 主角的困境冲突和挑战 那这期关于怎么写简介的内容 就到这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写简介的疑问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 也记得给我一个三连 我是小玲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